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我們今天主題是50家的人 最討厭聽到的話 那個家就是英文的plus 50plus超過五十歲的人 最近很多這樣的書 我還買了幾本 你這麼用心啊 心態要準備好 OK 那我們今天這個來賓 據說是郭律師還沒有到50 對 那今天有點緊張 不會 沒關係 會覺得50家的人很難纏對不對 不是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 還是覺得你來騙通告費 其實明明是50plus 對 我把錢先拿出來 對 因為我是很會緊張是說 其實真的有很多這種地雷 那當然因為每個人的那個地雷 不大一樣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光稱呼 就會比較小心 所以像今天就特別緊張 對 我們今天主題是 50家的人最討厭聽到的話 因為50歲過了以後 對於別人對自己的稱謂 是很敏感 很敏感 說得比較難聽 你如果叫他不適合 生理也做不適合 對不對 對 如果讓他適合 對不對 這個什麼事都很順利 那文婉你也50囉 看不出來 有嗎 沒有 你知道嗎 鄭大哥會讓人家覺得 很窩心就是說 他的尾音是對的 尾音 對 不相信 真的不相信 我以為你只有四十九 也對啦 我算農民歷算是已經plus 農民歷算已經51 然後十歲是就是那個邊界 對 那個稱謂 不管男生女生都在乎 我講實在話 那這個 賭林你也50囉 我早就超過了 真的 我早就超過了 不然我想 賭林真的也看不出來 我有一次 有一次 滿久以前 有一個那個報紙 你看這個世代交替 新的記者來了 對 就大概那天沒什麼新聞寫 就一塊那個小方塊寫 這個主持人何賭林 保持得好年輕 我心裡想說 怎麼今天這麼正面 寫到最後說 都看不出他已經有六十五了 有毛病啊 這不會谷歌啊 我不知道 對啊 就是怎麼了 你知道我前面寫著說 保持真好說的 都不知道他六十五 因為年輕人記者不認識我們 或者他搞不清楚 他就算錯了 對 但我經紀人說那怎麼辦 是不是要去罵他或者什麼 我想說 算了吧 人家年輕也不認識 要求更正啊 他想稱讚你耶 對 但是你稱讚的是六十五的 問題是我沒有六十五啊 我也曾經碰過這種尷尬 就是出去以後 你知道就是 跟我們借錢的啦 就很認識我們 然後他有女兒嘛 然後就說 來我們跟那個誰誰誰 一起拍照這樣子 我難得碰到 那女兒就堅持不進來 很不給我們面子 後來媽說進來啦 這難得耶 這阿伯誰 真的 有很多觀眾都是這樣子 他自己一頭熱好開心喔 見到我們 叫小朋友來 其實小朋友根本不認識我們 一臉臭臉 幹嘛 他是誰啊 幹嘛 不知道天王巨星和篤靈嗎 好 那這個我們今天 之所以這個討論 其實是有個話頭 就是說六十五歲的 陳美鳳六十五了喔 是啊 你看保養得多好 熊士有歐巴桑啊 有六十五 對 那他日前 PO出他打疫苗的照片 他說 感謝辛苦的醫護人員 那麼照顧好自己 也是保護別人 就是說你自己打了疫苗 你可以保護別人 不只保護自己 沒受到 網友留言說 阿嬤你辛苦了 真無力嘛 會不會聊天啊 有人是無聊你知道 對 故意的 嘴巴無聊 是 但是真的是 陳美鳳就親自回應喔 我是台灣最歲的歐巴桑 不是你的阿嬤 沒有哩毛 很有風度 真的 是 而且護上三個笑臉 那無獨有偶 就是說在台南也有個媽媽 她想替女兒喬疫苗 如果想替女兒喬疫苗的意思 就是說這個女兒 一定也有一個年紀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有規定嘛 這個幾歲以下 都不能打 那因為媽媽呢 她不願意上網登記 在現場盧 盧到最後呢 聽到一位工作人員 就說叫他阿姨 盧的孫子他沒想到 現在叫阿姨暴怒 最後他被警察嫁離現場 阿姨暴怒 那所以呢 這個 因為你知道命運她好玩受歡迎 也有很多這一個來賓是守女 阿姨 歐巴桑小姐 歐巴桑小姐 對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這個篤蓮 就是說你怎麼去體會 美鳳姐的她的心情 你說我們的來賓啊 你啊 譬如說我的 她這樣的反應 譬如說我的年紀五十多 會來我們的 其實你忽然 向香港叫一個叫阿姨 那要看你自己 如果你很年輕 你叫我們阿伯 那我們大概也OK 你自己就在那裡吵了 你又叫我阿姨 叫我阿伯 我是在問對不對 那當然會生氣 你把我的這個年齡 又往上頂了一層對不對 是 那是一種感覺問題 就像這個台南的媽媽 鄭大哥 就是說如果你叫阿姨 因為我幫女兒來喬嘛 你若是那種就是 比較年紀輕的 我看起來你就比我老 你還叫我阿姨 那你再羞辱我嗎 那是我自己沒照鏡子 還是你眼睛不好 你的眼睛要去看我甘苦 要叫我阿姨對不對 那個真的 可是你不要這麼生氣嗎 其實會耶 就是個稱呼嘛 比方說我舉例啦 比方像周老師 對 他看起來就知道是前輩 他說那個文婉阿姨 我當然是會火大 那我以後都叫你阿姨 讓他火大一下 對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 你火大 真的喔 是 這個被人家叫阿姨翻臉 這個是我覺得故意的 故意叫他阿姨 讓他生氣是嗎 他會覺得人家是故意的 對 故意挑釁啦 他心裡也沒準備好 那像美鳳姐 他其實在那個留言 因為他後面 因為人家叫他阿嬤 就是說叫他要多什麼 要那個什麼 辛苦什麼的 我覺得他因為有貼三個笑臉 那表示他心中 有一點點覺得說 雖然你講的是事實 要不過就有一點在玩笑的意思 我覺得他也是 很開心地接受 因為畢竟他這個 最美麗的歐巴桑 一定那種叫差不多 二三十年有 因為快年六十五歲 然後呢 其實他開始演歐巴桑 演媽媽已經三十五歲的事情了 對 差不多是 已經早就 早就超齡演出了 對 他早就超齡了 所以這個封號是 早在年輕的時候就會有的 其實叫歐巴桑 他說是最美麗的歐巴桑 叫美麗的歐巴桑是一回事 叫阿嬤是一回事 對啊 當然 所以阿嬤跟美麗的歐巴桑 他這個是差距很大的 你叫美麗的歐巴桑 我很接受 你叫阿嬤我就要考慮一下了 我覺得真的是沒有禮貌 對 真的是 因為叫阿嬤真的會 把那個年齡頂得很高 你可以叫美鳳姐 或美麗的美鳳姐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稱呼 不過最討厭的是 電視上常常在講 六十五歲 他們就說長者 長者 對 他們就會說長者 或是老歐 現在這邊老玉 什麼呢 老玉才四十幾歲 都是這樣子稱呼 那個你知道 雖然我們領你們那個叫什麼 六十五歲以上的那些 有一點點的優惠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 一直被稱為老玉 老翁 什麼長者什麼 感覺好像把我們捧上天了 到時候就把我們摔下來 因為最近是開放六十四到七十五歲 我還沒打到 打疫苗 我知道你距離很遙遠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刺激 我那天聽那個 你們怎麼稱呼說 我們現在要開放這個 六十五到七十四歲的人 打疫苗 怎麼稱呼這一群人的這個 我覺得說這個先生跟女士 考驗你們的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我那天 因為我剛好在那個集聚裡面 就是六十年次到四十六年次 就新聞在播的時候 我那時候手邊在忙 他突然講說 已經換到六十年次 就五十歲到六十幾歲的 中老年人 我整個中老年人 中啊中啊中啊 那個感覺好刺激 我怎麼變那一掛 中老年人 我怎麼跟鄭大哥排在一起 我那麼年輕 對不對 他們都每一個人對我的稱呼 他們都會做紀錄 就做我下次要不要發動 很沒力 我知道我沒力 對嘛 真的會在你 篤林他 我們這樣 有一個這個主播 他離開新聞台 然後他自己有開粉絲業 有一天他發文的時候 他說我是美女前主播 但是他說他特別註明 不是前美女主播 然後他特別要同業 在發稿的時候注意這個 當然他有一點開玩笑 可是你知道這種美女前主播 就表示說主播他是卸任的 可是他依然是美女 前美女主播的意思是 我連我不只主播是以前 連美女都是以前 都過去了 都過去了 好敏感喔 女人 這麼計較喔 女人 對 所以你就說 對這個對男生女生都一樣 不過對女生特別是 那個稱謂很重要 對